台湾在台北 士林昨天清晨 发生了一起重大火警 造成两人死亡 警方调查之后认为 这恐怕应该是一起家暴案 那么61岁的丈夫 她怀疑58岁的太太有外遇 还担心这个长子不是她亲生的 那么双方大吵一架之后 丈夫就开始泼汽油纵火 一气之下房子烧了 两人也死亡 而这个夫妻两人 本来长期就有婚姻上的问题 太太还控诉遭到家暴 原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长子 也因为说受不了 这个爸爸妈妈每天吵架 她搬出去住 那么妈妈曾经像长子土湖水 说她的人生 就被这场30年的婚姻给困住了 一张张到处游玩拍下的旅游照片 她是24号和先生不幸 一起葬身火箍的理性妇人 邻居眼中的她人缘好 相处没问题 只是不多话 连她老婆楼上楼下 转身也会打人招呼 真的都是好邻居 30 40年了 快要60岁的理性妇人 平时担任清洁工 个性相当开朗 不过却常向长子抱怨 被这段婚姻困住30年 24号凌晨不幸命丧火箍 就是因为老公怀疑她有外遇 两人再度大吵一架 婚姻出现问题 没想到最后赔上两条命 前几天说她老婆跑不掉了 然后过一两天 我看到她老婆我以为说 和好了 和好的时候我以为和好了 就算了 然后过两天说 晚上凌晨两点多着火 所以之前有听说家暴 应该有家暴 她有时候真的情绪化 其实会发生悲剧早有先例 甚至还家暴闹上派出所 夫妻俩火爆争吵的主因 就是因为先生怀疑老婆 在外面有小王 而且还认为长子不是亲生的 甚至对老婆长期家暴 才会点燃汽油 同归于尽 自行的外表开朗的笑容 她是这对夫妻俩的长子 因为受不了父母长期争吵 早就已经搬出去住 案发前几天 李姓富人还在社群网站上 祝儿子生日快乐 看得出来 母子感情相当不错 另外不管是长子 还是母亲的照片里 都可以发现 就是没有父亲身影 解法超过三十年 却有长期的婚姻问题 因为吵架冲动 点汽油纵火烧屋 不但双双送命 也在两个儿子心中 留下永远的痛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